大家好 欢迎收看使用Angla.js开发Web 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 自定义过滤器 创建自己所需要的过滤器 过滤器用来格式化所需要展示给用户的数据 Angla.js有很多使用的类质过滤器 同时也提供了自己创建所需要的过滤器 在HTML中的模板绑定符号 就是双的花括号 通过at符来调用过滤器 就是那个分号符 不是分号就是 一般键盘上面的and 笔记本键盘上面and 上面一个shift 上面一个竖杠 符号来调用 过滤器 假设我们希望 将字符串 转换成大写 可以对字 字符串中的每个字符进行单独的转换操作 也可以使用 NAME 好 我们来先看一下 通过 在JavaScript代码中可以用Filter来调用过滤器 我们看一下 其实它里面有个Date Date里面有年份格式化 月份的格式化 日期的格式化 小时 就是对时间的格式化还是比较全的 好 我们还有对字符串 函数 等等 很多东西都可以进行自定函数 进行过滤 还可以对 Json 可以 就是 Json过滤器可以将一个 Json或者Java 对象转换 转换成 这种转换 这种转换 调试 对调试非常有帮助 还有大调写的转换 还可以将数字进行转换 转换 还有一个就是 Lumber 过滤器可以将数字格式化成文本 它的第2个参数是可选的 用来控制小数点的后面的解数 这个大家都可以自己去 查帮助文章 可以看一下 这个 很简单 只要 跟 所有 语言一样 可以 查看那个文档 就基本上 你看就会了 这个 无需多讲 好 首先我们来讲 怎么来自定义过滤器 因为 有些东西嘛 还是不 不是 很全的话 我们还是 最好就是 自己动手 丰衣着实 好 我们现在来 教大家 怎么使用自定义过滤器 来创建 一个 自己的 Filt 好 这个是 Ng App 8 有时候我在 变成的时候 说话的声音很小 可能 影响到 同学的 学习 再次抱歉 这个我尽量把声音在 变大了 代码的时候 把声音加大 好 我们还是一样 创建试图 好 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一样 先导入 ng mod glacias 这个地方是 ng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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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需要 需要传入一个 input 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 写入一个名称叫做 car 这个是他的ID 写出 这个地方 代表 代表 好 然后我们 创建一个 gis 这个地方 我们写个 ng-model-model.comp 好 这个是 我们接下来写 web app 这个地方 是点filter filter filter 你看 现在很方便 然后可以取名称 叫做 c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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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写一个function 这个 input return return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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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d 转 in to up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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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01 4 7 嗯 嗯 嗯 arc 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这样子可以调用啊 然后他这个地方是field 对,我们可以这样我们传入一些字串 比如说看 好,然后 使用这个分个符 然后使用的是这个 这个 好,我们看一下能不能 能否转成我们所需要的 效果 这个效果是调了我们自定义的 嗯,过滤器 过滤器的本质就是 一个会把我们输入的内容 当作参数传进句子的函数 我们调用过滤器的时候 简单的把input 当作字符串来处理 将一个句子的就是一个字符 手字母转换为大写 用过滤器将整个句子转换成小写 再把手字符转换成大写 哦,他这个地方 哎呀,总是没回漏了 把这个应该是刷新一下 哎,我的8呢 哇,今天到这里面来了 天呐 好,然后 放错了 好,它是没有引用 这个,它没有解析 看我们这个效果难道 这就是没有 这就是没有 可不 这就是 这就是 FY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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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Return 哦,这个地方 大一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好,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下一次我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OK 好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嗯